新武林大会比赛越到最后也越残酷,很多明星都离开了舞台,让人很是不舍。 最新一期的六位,毛小彤、秦岚、盛一伦、侯宁豪、乔山和许卫州,六个人争夺进入半决赛的四个名额,有两位将要离开。 在六个人当中,秦岚和盛一伦两个人都是零基础的,不过盛一伦每一次舞蹈都让人惊艳,被网友预备是天赋型选手,而秦岚相对是舞蹈功底最差的。 当初晋级也是被比放弃PK直接被保送晋级的,所以秦岚也比较有正义。 在这七比赛中,秦岚舞蹈也让人眼睛一亮,可之前摆姿势舞蹈已经进步很大,看得出像空腹了。 秦岚合作的是两个女舞伴,为了舞蹈出彩秦岚提议更加脱脂类的高难度动作。 秦岚为了减轻女伴的压力,在十天左右时间,硬生生减肥瘦了六斤,在比赛当天还没敢吃中饭晚饭,在舞台上顺利完成舞蹈,秦岚这次确实让人眼睛一亮。 这股对舞蹈认真的态度,也是收获无数好评。 主持人问秦岚何必那么拼命,毕竟是零基础又没时间排舞,为何不找机会台阶就下去? 非要一直坚持这么拼命吗?秦岚一番话更是圈反,他表示零基础不是理由,大家都用同样的时间,努力和汗水,所以他是公平和平等的。 其实如果当初卑鄙和他PK,确实结果也很难预料,秦岚也算被迫进入班决赛,但他没有敷衍了事,反而更加努力的态度让人喜欢。 不过在最后投票环节,秦岚还是也六分之差输给了侯明浩,不过这结果也在大多数网友的预料之中,毕竟侯明浩是专业学跳舞的,实力不容小觑, 而且乔杀一亿分之差输给了盛义伦,秦岚和乔杉被淘汰,还是挺让人不舍的。 当秦岚输给侯明浩时,他的反应让人意外,侯明浩很淡定,秦岚却格外替侯明浩高兴,还马上和侯明浩在舞台上热聊起来,比自己比赛赢了还开心。 小细节也看出人品,秦岚就好性格,真的是格外圈本啊,还记得最近朋友圈在刷秦岚不会骂人,还善过热搜,看来秦岚私下真的是个小可爱呢,难怪能引活了妇产荣因,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白月光呢。 你喜欢这样的进来吗?